生活中有一些人群比较容易的癌,比如常常抽烟喝酒者,或者是特殊环境下的工作者,大家要懂得一些预防癌症的方法,减少外界环境的刺激,远离癌症的影响。 那些人容易肺癌,一,常常抽烟喝酒者,众所周知,香烟中含有大量的致癌成本,包括米虎丁、胶碳、易氧化碳等,如果进入肺部,可也发严重的肺癌。 另外,酒精虽然不致癌,但如果长期喝酒,有毒的物质溶解在酒精中,进入人体后可渗透血管,导致多种血管的疾病,甚至会引发癌症。 二,特殊环境的工作者,很多人由于工作的原因,需要长期停留在服饰非常强的环境,比如X射线、M射线、BD粒子射线等等环境下,容易刺激正常的细胞产生病变,出现癌症的表现症状。 三,家族有遗传史,其实遗传性的癌症并不可怕,做好预防的准备,控制平时的生活习惯, 经期体检,有助于预防癌症基因的表达,预防癌症有什么方法? 一,控制体重,很多人不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食,经常暴饮暴食或者是吃容易高脂肪的食物,导致身体过重,影响人们的血压,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多种心血管的疾病,不利于内藏器官的调节, 严重时可导致心血管的癌症,因此大家平常要注意控制体重,从饮食和锻炼等等方面进行调节,让体重始终保持在健康之范围。 二,坚持体育锻炼。 平时体育锻炼太少,身体面移能力下降,大量的隐害物质入侵,可引发细胞病变,出现癌症的症状,因此大家要注意多到户外活动。 增强体育锻炼,每天都要保持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,将体内的有毒物质排出体外,提高抵抗力,远离细菌和病毒的干扰。 三,多吃蔬菜,水果,蔬菜和水果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,能为机体提供更多能量,有助于培养均衡的野食结构,而且有许多蔬菜和水果,都具有妨碍的效果,清除人体的自由基,预防细胞的矮变,平常可以适当补充菠菜,胡萝卜,大蒜,海带等等,这些健康的食物都可有效预防人体的癌症。 影响介绍的就是容易得癌的人群和预防癌症的方法,大家在预防癌症的时候,要掌握有效的调理措施,提升人体抵抗能力,避免癌症的出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